欢迎收看本期的主持常识 熬夜为什么脸色会变得暗黄呢 因为晚上11点后人体需要进入休息的状态 脏腹才能够进行修复功能 如果经常到了该睡觉的时间点 仍然处于紧张或者兴奋状态 皮肤的土固纳心就会受到抑制 毒素不能正常的排出且不能进行修复 慢慢的就会练肤色暗黄 那么具体的恢复方法有以下 1.及时补救皮肤 熬夜能避免就避免 如果实在没办法 就一定要注意第二天的皮肤补救 首先将面部清洁干净 然后再敷张面膜 最后再做好皮肤的保湿工作 这样可以将熬夜对皮肤的伤害降到足以低 避免暗黄 色斑 痘痘的出现 2.多补些维生素 熬夜皮肤发黄的人一定要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来为身体提供足够的维生素 促进因熬夜而产生的大量废物和毒素 尤其要注意多吃新鲜维生素C的食物 如西红柿 米蠔桃等等 有抗氧化作用 可以美白 驱斑 驱皱纹 抗衰老 3.注意要补补觉 熬夜完了之后啊 如果有条件尽量要补个觉 人的精神状态不好 皮肤也不会好 最好可以先洗个热水澡 再换上舒适的衣服 好好睡一觉 4.适当晒晒太阳 合理的运动可以促进身体的续续循环 加速体内的毒素排出 而适当晒晒太阳 可以令人的身心变得开朗 愉快 令人精力充沛 这些对改善机体的气息循环 红润气色会有很好的帮助 好了朋友们感谢关注这次常识 了解更多小时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